噢噢噢噢 这么硬 平时这个刀才有可能没有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恩 我是凯琳娜 我是一个山系媳妇 我今天需要学习 给我的老公做南瓜面 第一步先把南瓜切开 挖起来挖出来 是我们家的贝贝南瓜 是我们家的贝贝南瓜 而且是个很有颜色的视频 确实是一个很有颜色的视频 干干净净 好 对 切上小块 你看 你看 这是很好看 很漂亮 对 好硬哦 平时这个刀我才有可能没有 我连南瓜切肉的时候 都不会用这种这么大的刀 你们在中国不管是 切什么洋葱或者什么的 都会用大刀 别在逛工面前刷大刀 这么硬 全身力气都 都使出来了 对这样可以按 像木材的那个 像木材一样 就是在慢慢看着这个视频 肯定是对我做饭的技术会很满意 今天我让你吃够了 基本上不这么喜欢点外卖 我觉得自己做的饭更好吃 是的 你要慢慢就学会用中式菜刀了 这个我会的 肉面我特别不上义肉面 比如说每次都是多咬肉円 每次都是混合不自包饯子 肉面我们步在下线 要在中国成长 长大 独立起来 是的 来你也尝试一下 我们身心的面 好硬 好白 如何如果光滑一点面就进到了 现在撒一点面 为个婚姻 有儿子 然后媳妇 你对媳妇是不是有要求 她必须要会做面 给山西人喜欢面食吗 叫给山西人必须要会做些面 面条 对啊 感谢我老婆 这个形状好漂亮 好光我的天啊 你是从17岁开始做饭 就是16、17岁 就开始 你才18岁 刚嘛18岁 好 这个动作怎么叫做 赶 这就是赶面杖 这就是赶面杖 对 这样 对 好像有一首歌叫做上 上下下 左左游游 你都从哪听到这些梗 你以为呢我在中国是外来的吗 下次回到国外的话 你就要替我做这些面食 你说的对了 我都已经能想象出我以后去外面工作呀 或者我们以后回去探亲呀 你给亲戚朋友做一些面食 如果我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会笑 这样轻松 这样轻松 你来试试 到时候我们好好剪姐 我上面弄得我的脸 好像是我做事 好薄呀 薄薄的面 咱们已经开始做南瓜面 我发现就是在中国 跟我们看到有什么区别 每次做饭的时候你都是这个 哇好香 挺挺挺挺挺 先放点胡椒水 哇你好有大厨的饭 现在炖点水 现在就要炖水 对 炖点水炖南瓜 现在就让它一直炖点是吧 对 看卡总 很高清的手 嗯切得真漂亮 刚刚夸我 那夸谁 自己老婆自己夸 我会骄傲 要不你天天都让我做面 做面条特别的筋道 特别好吃 我老婆以前在乌克兰根本不吃面条 都是跟着我吃 我儿子在中国餐厅里吃 吃面条是吧 嗯 平时我最好吃的是意大利面 嗯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刚刚很吸引人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笑 刚刚有颜色的食品 我在中国呢 学到不熟的东西 我 我其实记得 我自己在公司的时候 自己做面条 做的看来是不是 我也记得 就是那种 周围的同事看了就觉得 你再吃个上 西文不符都在我们这边做饭了 对 没关系 都是可以好好学习 你看我的人都混乱了 嗯 哎 以后家里那个做饭的任务 就交给我了 只要你不觉得难吃 那我就不吃 我另外卖杯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对 来快吃 好 找一找 哦好胖 练一练怎么做饭 然后我们一起开个店 哈哈哈 老外和老内面 面 面馆 嗯 其实开 饭店最正前 我在饭店干12年 哦 山北京 你是厨师吗 我不是 也就是卖面 不要卖面条 不打面条 开个店铺啊 哈哈哈 好 那我就在这边 在这边好好设习 嗯 出了啊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 有的会放些香菜啊 葱花啊这些 大家有没有吃过南瓜面 西文 嗯 该吃 南瓜面条了 刚才像说 大郎 嗯 该吃面条了 嗯 可以吃面条 嗯 那好啊 你这我没有吃 我吃的饱饱了 很有特色啊 你要吃饭了 好嘞 现在看一下老公 喜不喜欢我做的饭 如果 老公觉得饭不好吃 那 嗯 自从今天开始 老公不会出镜才是拼命的 他这个南瓜 特别好吃 对 这南瓜挺杀 好杀好杀 你喜欢就好 尤其是这个面条 再加上这个浓郁的那里 那里南瓜香味 范利的香味 因为我们这个 也贝贝南瓜 它就是有很浓郁的范利的香味 特别香 嗯 那我知道了 给我多少分 嗯 120分 特别香 这个面条特别新鸟 嗯 您吃的好快 这是什么东西 咸菜 咸菜 特别好吃 我以前在乌克兰的时候 就经常去这么吃 那如果我在中国 学到一些 中 中餐 你要不回到乌克兰 或者俄罗斯 也许一些做烘柴汤 可以 互相学 这个南瓜吃的特别香 嗯 你看 家人们咬一口 可以家人们 可以家人们 不是给自己 不要突出了 谢谢 大家都不要了 哈哈哈 别那么客气了 家人们吃一点 吃一口 好 好 香 从今天开始 你来父子做饭 哈哈 我领带半碗给我留着啊 好的 好的 大家觉得卡丁塔今天这个饭 做的好不好 给他打几分 反正我是打120分 大家看着办 下次做给谁 给谁 给哪个大哥做 哈哈哈哈哈 在批文区扣个 my 谁想让卡到给她家 到家里去做南瓜面 报名 到家里 我 老公真大方 不给他出来 我里面还有 我里面还有 特别香 我我 我刚吃都 好吃 特别香 等一下 让她吃 小 Count 你吃 吃一点 你说我打的比'd 哈哈 你叫哥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哥该吃饭了 哈哈哈哈